字幕字幕 翻譯 Hello大家好 我是魔玩 歡迎來到今天的羅伊德系列開箱 又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們舊系列的羅伊德肌獸 當然目前ZW系列的新機體是沒有任何的消息啦 所以魔玩預計應該還要等一小段時間 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個新資訊啦 應該會在11月左右推出第二代的Switch的洛伊德系列遊戲 第一代應該是在前一年左右推出吧 魔玩那時候還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初回特點所贈送的這個黑獅子的改造套件包 這一次的遊戲部分除了遊玩方式是沒有改變的啦 就是一種一對一的對打方式來進行 那在記憶體的部分除了數量是增加之外呢 魔玩覺得最吸引人的就是他多了這個改造的系統 可以改造自己喜歡的顏色搭配出屬於自己的這個洛伊德的機獸 那這個部分是魔玩自己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魔玩是有在考慮要不要購入 當然遊戲再怎麼樣吸引人還是比不了特點的部分啦 這次贈送特點的部分其實是有兩種的套組可以去選擇 那其中一個應該是比較好購入的啦 就是你只要有在預購階段去購入的話 就會贈送一個ZW系列的改造武器套件 當然這個的套件是比較有誠意的啦 不像是之前我們的哥吉拉斯就贈送一隻小小的砲管這個樣子 這次的改造武器呢是兩隻非常大的砲管 魔玩覺得有一點點像是戰鬥暴龍的這個砲管耶 背型的樣式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當然在孔威上面的設計是適合ZW系列的機體下去運用的啦 魔玩自己是覺得是不是有這種致敬的意味 還是說之後會推出類似的這種復刻版的樣式嗎 當然魔玩自己是很希望推出復刻版啦 畢竟在砲管的這個設計上面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還原早期的這個洛伊德的系列 第一個的這個套組還是可以從日本的一些官網上面去購入 那相對的第二個比較難購入的就是會贈送一隻ZW系列的限定長牙師 魔玩有看到這隻長牙師的外觀 比較像是一個電鍍藍的這種感覺 在配色上面呢是稍微有在做一些塗裝的 當然這隻機體也是數量限定的啦 魔玩是有想要預購啦 但是目前從各個地方啊 連日本TAKARA TOMI自己的官網也是銷售完畢的 所以之後可能要購入的難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啦 又是數量限定的套組到時候發售的定價一定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昂 至於魔玩會不會來開箱也就不太一定了啦 如果魔玩有買到當然就會來跟大家進行分享 最主要還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相關資訊啦 11月份也非常非常接近的 有興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好啦趕快回到今天的重點啦 今天一樣要來跟大家開箱我們舊系列的機體 就是這一隻 編號EZ015的格鬥金剛 這一隻機體魔玩小時候一樣是沒有擁有過啦 像這種類型比較大型的盒組呢 魔玩真的小時候就是只有擁有過死亡索拉而已 以前小時候在玩具店在玩具販賬城 大家也是有看過這樣子全新未拆的機體 就是直接擺在架上 很想要購買當然也是沒有能力 那這隻呢也是等到魔玩讀大學階段 又才去把它給買回來的 魔玩接觸洛伊德其實也就三個階段啦 第一個當然就是在魔玩的小時候讀小學的這個階段呢 有接觸過洛伊德 第二個階段當然就是魔玩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回鍋的第一隻機體 其實是25週年的復科長牙師啦 就是一個蠻大的黑河樣式的那隻長牙師 當時還覺得1850的價錢有一點點昂貴 但是組裝完成之後還是被這種 可以行走啊 會有聲光效果的機體震撼到 所以在讀大學的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又開始把洛伊德系列給慢慢收回來 那最後一個階段就是現在啦 因為ZW系列重啟的關係 再加上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啦 所以除了收藏ZW系列之外 最後的機體當然就是從二手社團 或者是跟朋友去購買是比較多一點點的啦 大部分都是跟朋友購買 因為二手社團魔玩也搶不太到 好啦那回到這隻格鬥金剛 魔玩當時購入全新未拆的價格是在1500塊 其實魔玩也不知道這樣子的價格 到底是算貴還是算便宜 但是當時魔玩也沒有加入這些社團啦 所以在沒有比較的狀況下 就挑了一個比較便宜的機體呢下去購入 嚴格來說 這一隻不能算是魔玩的第一隻格鬥金剛啦 有些觀眾可能follow魔玩比較久一些些 大概在兩年前左右 魔玩有開箱ZW系列的格鬥金剛 在影片當中大家應該可以發現 好像有出現這一隻機體的樣式 沒有錯 當時魔玩是拿了獸屋版本的格鬥金剛 來跟大家稍微進行一個簡單的比較 獸屋的靜態模型系列 其實才是魔玩購入的第一隻格鬥金剛啦 當時購買價錢其實也是非常非常昂貴的 獸屋系列的格鬥金剛 魔玩也是曾經擁有啦 這樣子講應該就已經很明白了 魔玩大概是在一年前左右把那隻機體給賣掉 正確來說應該是把獸屋系列的洛伊德全部賣掉了 一方面是佔空間啦 另外一方面是當時魔玩也比較缺錢 所以就想說 啊那就不要收獸屋的這個系列好了 那一直到現在呢 魔玩這幾天整理才有把這隻機體給找出來 其實當時購買很多機體 魔玩都不知道收到哪裡去的啦 之後有找到魔玩再來慢慢跟大家進行介紹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一下盒子後面的部分 右邊的地方有一個機體的詳細介紹 這邊也因為年代久遠的關係啊 盒子是有一點點斑駁了 左上方的部分一樣也用一個動畫的方式 稍微呈現一下攻擊的樣式啦 以前也沒有什麼本能解放或者是進化解放之類的 那可以看到這一隻格鬥金剛的武器 呃配置上面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魔玩技的獸屋的格鬥金剛至少就出了三四種版本吧 最近又有出白色的樣式 那撇開機體的配色不說 在武器上面的設計也不太一樣 魔玩當時的格鬥金剛記得是有一個機槍的樣式 但在這隻舊版的格鬥金剛上面反而是沒有出現的 在各個版本上面的選擇是非常非常多樣化的 好啦說了這麼多 大家還是想要看到本體的樣式嘛 當時雖然是購買全新未拆的版本 但其實魔玩也是已經把它組裝完成了 登登! 那就是這一隻我們的格鬥金剛 它的體型上面也是非常非常大隻的機體 除了基本的行走之外 它一樣是有一個燈光的效果 那魔玩覺得它有一個蠻特別的設計 就是在右半邊的這個砲管的部分 這個砲管的設計並不是一個裝飾型的武器 它是實際上有一個發射的機關 早期的武器大家不陌生就是像這個樣子 長條形狀的這種砲管樣式 一次是有附贈六顆 那可以同時把這六顆都放在這個裝置裡面 放好之後 在手臂後面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我們把它往後 固定好之後 最後面這邊把它往下壓 那它就會來進行一個簡單的發射 對就像這個樣子 非常簡單的一個小小機關啦 但是在早期的洛伊德的這種機體設計上面呢 這樣子的彈射裝置其實是很少出現的 除了這樣子的武器機關之外 魔玩覺得它有一個設計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於駕駛的部分 早期的這些機體其實在駕駛的設計 可能會有到兩個以上 因為機體是比較大隻的 在星星的設計上面呢 雖然一樣是兩個駕駛沒有錯 但是它的設計是在左邊跟右邊 有點像是我們看那個電影環太平洋的這種感覺 就是兩個人要同時操控一隻大型的機體 在默契的配合度上面呢 就要非常非常的高 而不是像一般的機體 可能其中一個是駕駛 另外一個是負責操控武器的部分啦 那在這邊的設計呢 魔玩是覺得非常非常有趣啦 是兩個人同時操控這樣子的機體設計 但是一樣啦 魔玩記得在壽屋的版本當中 在這個駕駛上的設計就是只有單一個的位置 所以可能在早期的玩具設計跟動畫當中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這隻機體行走部分以及燈光的效果呢 也是設計成分開的樣式啦 沒有辦法用一個電池下去支撐所有的東西 那在胸前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打開 這邊是一個簡易的上蓋啦 打開之後就可以看到裡面這個電池插槽的部分 那我們再把它打開 裡面一樣是安裝我們的二號電池 但是魔玩有稍微測試了一下 它的卡榫還蠻緊的 所以如果直接用三號電池下去進行安裝 這樣子單純安裝一顆 應該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在行走的部分也就可以直接來進行安裝 後面背部的這塊設計 我們一樣把它往後稍微搬開 就可以直接裝入另外兩顆 背部的地方一樣是使用兩顆的三號電池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安裝進去 開關的設計就不像是戰鬥暴龍啦 是設計燈光一個開關 然後整體的行走又有另外一個開關 在背部的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裡面是有一個金屬接電的 所以直接打開這個開關的部分 整個燈光呢 跟行走的樣式就會來做一個簡單的連動 好啦那這就是BM1 就直接拍攝一些細節的部分 以及行走的樣式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囉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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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Spide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希望在未来也能够推出相同尺寸的机体 毕竟在早期的设定当中 格斗金刚也算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啦 刚刚的细节呈现 其实魔王还漏掉了一个部分 在手臂上面 这个上盖的部分 其实还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就有呈现这个武器的样式 格斗金刚在细节的表现上面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包括在手臂的这些细节的样式 这些油鸭的细节刻画 都是有稍微呈现出来的 就算当做这个静态模型来展示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之后 一样还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 玩具分享 或者是模型开箱 当然2000订阅的抽奖活动 魔王也会尽快赶在下一周呢 赶快来跟大家分享 魔王自己的改造洛伊德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是魔王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